大家好,我們的主題是 橘枝箱密件形象館的經營線框探討與NFC輔助導覽 我們實地走訪橘枝箱中 這一張是橘枝箱的觀光工廠 讓我來為你們介紹一下 你們知道什麼是糖漬嗎? 糖漬就是把蜜件浸泡在糖當中 這一張它是使用真空的方式 把含水量下降 並且使用低溫加熱的方式 使它不會鶴變 這樣子就可以長期保存 也不需要添加漂白劑跟人工色素了 這裡可以藉由透明化玻璃 來讓消費者了解他們的製作過程 接下來介紹吉祥工坊 吉祥工坊可以讓顧客體驗到今早的DIY 走出吉祥工坊 就能夠進到Algory的咖啡館 這裡是橘枝箱的形象館 裡面有很多蜜件可以給顧客試吃和購買 訪問老闆探討經營理念 橘子箱的經營理念 就是用誠意對待每個客人 你們不用買門票就能夠來參觀 這裡沒有基本消費 我們招待你們喝精早茶 免費試吃蜜件 免費讓客人來看蜜件的生產流程 就讓客人覺得不滿意也不用花一毛錢 這就是我們的誠意 你們對橘子箱還有什麼問題嗎 團體課才有在導覽 那閃客怎麼辦 因為人力不足的問題 所以我們目前只有團客可以導覽而已 NFC進場通訊 我們應用宜蘭大學NFC智慧導覽APP 它可以用手機來讀取標籤的內容 並運用在橘子箱的導覽 優點 下載APP後不需網路即可導覽 缺點 只有較新的Android手機才支援NFC 這一張是NFC的使用流程圖 先下載軟體後開啟手機內建 並將卡片靠於手機背面 將會讀取NFC內容 設計風格 我們以有趣說故事等原則來設計 完成了兩種版本 最後林經理選擇了右邊白色版本為主 於是我們開始實作NFC 這一張是橘子箱形象館 我們為它設計了一手打油絲 此物是我栽 此處是我開 想藏金棗味 歡迎走進來 這邊提供免費的金棗茶 和試吃蜜餞 一定可以讓你感受到老闆滿滿的誠意 這張是有趣的NFC 比如優惠 差一種食品 優惠就是秘密的界面 所以答案就是蜜餞 這張是蜜餞製成的黃金密碼 先以真空膛製的方式 把含水量降到40% 再利用熱風乾燥的方式 把含水量降到18% 當蜜餞含水量低於180% 它就可以長期保存 就不需要添加漂白劑 結論1 形象館只生產自己敢吃的安心食品 用誠意讓客人不用花一毛錢 就可以體驗完整的橘子箱 所以在觀光產業衰退的情況下 橘子箱的業績並未受到影響 結論2 橘子箱的售價比市面高 所以導覽對橘子箱非常重要 一旦顧客了解生產過程 就能夠理解因為成本高 所以售價高 結論3 我們根據導覽人力不足的問題 提出NFC智慧導覽App來解決這個問題 希望剛才能不戰爭 再見 K